Darkness Take Control 哈囉 大家好 相信大家看到這個介面已經知道我今天要講什麼了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 最近WARFRAME更新的進化武器 就是泛魔 好 那麼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進化路線吧 首先它的第一個進化路線 它一定只有一個 對 就是這個沒有辦法選 它就是固定這個 那它就是說我爆頭射擊的話 能夠替感化充能 然後再使用吃藥開火鍵能夠進行轉化 就是變成零化模式 那基本上就是把這個類似像單點式步槍轉換成機槍的概念 好 那麼再來第二個 進化 它是三選一 第一個是加50%精準度 跟瞄準後座力減少50% 然後第二個是加20%射速 第三個是加80%投射物速度 個人是覺得這把槍啦 它加投射物速度是最沒用的 就是它畢竟它 子彈可以飛得夠遠 它不需要再加投射物速度 因此這個我們不考慮 那再來我是這兩個我想了很久 但是我後來選擇了加精準度 主要是因為它沒加精準度 我個人是覺得它這把槍有點飄啦 然後再來就是它在實戰中 其實你要瞄頭 很難瞄 就是 呃 你如果後座力又很高 然後用那個的話 就很難去打到頭 然後就是 所以我決定就是捨系加射速 那這邊我可以先給大家看 等一下給大家先看一下就是選射速的這邊 好 那麼再來第二個 呃 第一個 第三個進化的話 第一個是加50%彈甲容量 第二個是空彈甲裝填完後 加100%裝填速度 持續6秒 簡單來說這個就是直接 幫你加一張MOD 就要加100%裝填速度 然後第三個就是 爆頭擊殺時 加20%機率立即重新裝填 那我這邊比較推薦的是彈甲容量 主要是因為 我只要爆頭就可以充能 唉呦 這裡 我只要爆頭就可以充能 那我不一定要把怪擊殺掉 所以說我不一定 這個爆頭擊殺會能夠立即重新 立即重新裝填 不一定可以爆頭擊殺 所以我是不會用這一個 再來第二個就是 空彈甲裝填完後 加100%裝填速度 我個人測試啦 呃 只要你運氣不要太非洲 或者是你不要隨便亂射的話 照理來說 45發子彈 就是應該是可以成功開啟那個桿 就是零化 就是成功開啟他的特殊型態 就是讓他變成機槍 所以我個人是推薦加50%彈甲容量 好 再來進化室 這裡呢 我個人是玩 就是觸發路線 因為進化室跟進化五燒互相配合的 那我們先看一下進化室好了 進化室的第一個是 加10%爆擊率 加10%觸發機率 這一個裡的加成呢 它是加成在全部計算完後 也就是說 呃 我的 這把槍的基礎爆擊率是20% 然後狀態觸發基礎 狀態觸發是20% 那它不是加在基礎 不是說 你加10%加10%你就變30%爆擊機率 跟30%狀態觸發 然後再上一個可能觸發的晶元素MOD 然後變成638 變成加18%觸發機率 然後變48%觸發機率 它是你20%先上基礎元素MOD 變成62%變成32% 那個 狀態觸發之後 然後再加 再額外再加上10%變42% 就是它是 你 它是先算完你MOD之後 它再進行一個加成 好 那麼再第二個是 爆頭射擊會增加感化充能 加50% 我個人是覺得啦 這一把槍 呃 它子彈 就是彈甲剛剛看45%嘛 而且它射速 其實也蠻快的 然後就是它充能 個人是覺得也蠻快的 所以我是覺得不需要用到感應效率啦 個人是比較推薦用這個 元素超量 就是加20%觸發機率 減10%爆擊率 那有些人可能想說 我減10%爆擊率 我爆擊率都被減了 那我還有傷害嗎 有用嗎 那這就有關於我們的進化5了 好 那麼進化5 這邊有三個 第一個是 制伏耗損 就是在50%機率的時候造成 呃 50%機率在非爆擊時造成加2000%的傷害 這個加2000%的傷害非常厲害 它是屬於外圍加成 也就是說像小丑的技能那種的加成法 好 再來 我就是因為要那個 觸發這個 所以我需要拉低我的爆擊機率 所以我才會把這個 就是選 進化式選元素超量 那它再加觸發機率這樣更好 這樣讓我們可以更多的去觸發一些 異常狀態之類的 好 那麼 剛剛這邊 前面都選了觸發嘛 那麼這一個就不太可能了 遭受少於三個觸發狀態效果低 將受到100%爆擊傷害 那我個人是覺得這一個拉 如果真的是要選中間的流派的話 可能這一個就要選這一個 就是 進化式可能就要選第二個拉 因為這個還會加觸發機率 呃 就是 你 你會不好觸發這個進化五的效果啦 因為你可能射一次後它就 它就有三個狀態以上了 那我個人又是覺得這一個感應效率沒什麼用 好 那麼 第三個是消磨審判 兩次內暴頭兩次加50%暴頭的傷害 我覺得這個是要給技術很好的人用啦 就是如果大家就是可能很會暴頭的話 那麼可以進化五選這個 然後這個也可以選 暴頭擊殺之類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技術很好啊 一直暴頭一直暴頭一直暴頭 但是我個人是 暴不了什麼頭啊 我完全就是拚運氣 就是有射到在說 之類的 好 那麼現在先去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這邊不選虛空指引的話 它的精準度以及它的後座力 大概是當怎樣吧 好啦 那麼我們現在來到幻影裝置了 那麼先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剛剛沒有選加精準度 以及減後座力的那一格的話 那麼它會怎樣 那我們大概以前面的怪作為基準 如果我們正常開槍射的話 它大概是這樣子 等一下我瞄好一下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樣子有些人可能看不太出來 那麼沒關係我們來這邊 找一個牆 就找這面牆來做測試 等一下我先把那個點用掉 大家可以清楚看一下它的彈盒 它其實有一點分散 然後還有它的後座力又有一點高 那我如果去裝了穩定的話 那麼大家看一下 它後座力雖然降低了 但是有時候 它的子彈還是不會集中 有時候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時候多種射擊出去的時候 它的子彈會是兩發在旁邊 所以 那瞄準的話 雖然 就是比較集中 但是它還是有後座力 那有些人可能不習慣啦 就是不習慣瞄準射啦 可能是習慣這樣子射 那 大家看 這樣射出一塊起來 看起來就更明顯 它 但 精準度並沒有很高 好 那麼 現在讓我們換回原本的 就是 加精準度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啦 現在我們又回來歡迎裝置了 那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未裝穩定 就是 但是我選了那個 加精準度以及 減後座力的 那個進化的話 那麼 未開進的話 它是長這樣 大家有沒有發現 它 子彈變得稍微密集了一點 就是 比較不容易 像剛剛飄那麼多 雖然 痾 還是會飄啦 並且 我的那個 後座力好像降低了一點點 那麼如果開進的話 大家有沒有發現 開進精準度就 就差很多了 剛剛 沒開進的時候 射還好 但是一開進精準度 變成幾乎 幾乎每一發都在我的原點中心 只是 後座力有點 恩還是有點大 好 那麼 我們現在如果裝得穩定的話 那麼大家看看喔 這樣子開 沒有開進的話 射它是這樣子 還是會有一點後座力 那麼再來 開進後射的話 會變這樣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變得非常的精準 每一點 基本上都打在你的 瞄準的地方 並且它也沒有後座力了 它後座力已經變成-100%了 那麼這樣就會方便我們 去秒頭 之類的 痾...但是我還是不太會秒 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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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我會選擇放棠線跟激昂糖刺去增加它的基礎傷害 因為說棠線是增加基礎傷害,然後激昂糖刺增加多重射擊,也就是間接體增加基礎傷害 然後這裡我會建議放一個撕裂,就是撕裂P或是撕裂 主要是因為可以增加它的射速,然後可以增加它的船頭 讓它可以一次打多一些目標 畢竟這一把武器它是類似就是機槍那種,就是傳統類武器 它並沒有像一些武器有爆炸或者是自動追蹤什麼鬼的 反正它就是一把傳統類型的武器 那所以我會建議放一個撕裂P,那沒有撕裂P的話就放撕裂吧 再來這裡我會建議配的,應該說我這邊是以病毒切割為主要的輸出手段 主要是因為我之前有一個前車之箭,就是教條通量射箭步槍 那麼它的,就是我,而且我又看了,就是它的這邊 就是零化後它主要傷害是切割跟輻射 那我在想啦,我這一個流派是以玩純觸發 然後去配合就是進化第五型態的去打出額外的傷害 所以我想說,那乾脆我就直接把它當成教條通量射箭步槍一樣 只是變成教條通量射箭機槍 就是放那個切割,把切割跟觸發拉高就好了 好,所以我這邊會放了致命火力跟白雙彈頭 就是晶圓柱同時拉高它的觸發機率跟組成病毒 再來這邊我會建議放一張激昂才能 主要也是為了提高它的觸發機率 而且它也可以間接影響我們的輸出 就是間接提高我們的激傷之類的 再來這邊我會放一個金牙連射 主要是為了拉高切割的佔比 而且,就是幹嘛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不放個金牙連射的話,它的 就是它會病毒觸發兩次,切割觸發一次大概是這樣啦 然後它的觸發其實也沒有到很高 它正常來講應該是80% 可是它這邊面板寫60% 主要是因為我後來進化是有選加20%觸發減10%暴率 但是它並不會寫在上面 它是打出去的時候會反映出來 但是它上面面板上是不會改的 那這邊我會建議放一張尖牙連射去增加它的切割傷害 再來這一張MOD 就是我們的彈性卡槽 這邊如果大家覺得射速不夠快的話 就是像我一樣可能想說要玩機槍的話 那也可以放臨命版機分加射速 那麼如果各位覺得穿透不夠多的話 想要用穿很多 那可以放合金磚頭 但我個人是覺得啦 放一張獅獵其實就差不多了啦 那有獅獵P的人再放獅獵P吧 再來如果各位覺得 嗯那個我好像 呃傷害不太夠 那麼想要放個 呃司法軍備 這也可以 但是 它有機率會強化主武器暴擊 呃 多少會有一些影響啊 雖然影響不怎麼大啦 那我個人是比較想要 就是比較喜歡機槍的感覺 所以我是放臨命版機 再來特殊攻擊草 剛剛我前面有說過 我會建議放穩定 就是減我的後座力 好再來 負能這邊我是選擇主要武器 主要是因為 它比較好跌 第一個它比較好跌啦 第二個是如果放主要摘手那個 嗯 就是這樣這個主要摘手的話 我不一定會爆頭擊殺啊 就是我主要可能只是爆頭充能 但我不一定會爆頭擊殺 那選手的話 看看個人啦 就是如果你是習慣砍一砍 拿槍 拿劍戰砍一砍 然後拿槍射的話 也是可以放主要選手 但我個人是比較推薦主要武器 主要是因為它又會增加它的彈藥最大值 然後也會增加它的中田速度 有時候你可能45發射歪了 你至少還可以補救一下 好那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傷害 那這是它普通的傷害 普通傷害它大概是這樣子 呃等一下 我去把狐狸收起來 忘記了 忘記我弄了一隻狐狸 那這些怪蟲叫一次 好現在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普通傷害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傷害其實還好 就是病毒切 那它由於我放了撕裂的關係啦 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它一死就死三隻 那撕裂P的話當然可以穿透更多 那如果各位就是想要穿搶射阿還是怎麼 或是想要一次射更多射更爽 也可以把靈敏板機換成合金磚頭 就是再加它穿透 那個人是覺得撕裂這樣子三個應該已經差不多了啦 好那我現在給大家充能一下 找一個好角度這樣充能 好那麽這邊給大家先看一下它的外觀 大家記住它的外觀長這樣 那充能就是零化後 它會變成機槍 那個動作蠻帥的 那麽它變成一個機槍樣子 雖然我就覺得它有點紅啦 我是不知道它的調色 要怎麼去調 調才可以影響到這一個阿 但是我個人覺得它有點紅 可是能量吧 可是 我不知道 反正就覺得 好紅喔 好 那麼機槍模式下呢 它的子彈 基本上它的彈藥效率 可能就是說 100%吧 但是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準心下面有一條紅紅的 它是會消耗那一條 那 我基本上就是這樣射 好 大家有沒有看到它就消耗那一條 就是它 它有慢慢消耗 那射完之後 我們就會回到原本的狀態 那我們就需要重新去充能了 好 那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零化後機槍模式下的傷害吧 那基本上這樣子三隻就死了 那我 沒看清楚嗎 可以再給大家看一次 呃 挑這邊 那血條給大家看一下 那有沒有看到 這個傷害是非常的可怕的 但是前 缺點就是因為這一隻 這是屬於一把傳統類型的武器啦 所以說 就是 你需要去瞄準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它傷害其實是還蠻可怕的 好 那麼現在給大家切一下實戰的畫面吧 畢竟實戰跟在這個 幻影裝置還是會有些不同 因為幻影裝置可以讓你這樣 自己爆頭 然後也可以讓你 就是快速充能 但是實戰的時候不一定 而且實戰的時候 有時候你也沒辦法坦著在那邊射 這樣慢慢射慢慢射 然後慢慢去充能 好 那麼切實戰啦 好啦 那麼我們現在來到虛空鋼刃的殲滅 那麼給大家看一下 這把武器的 樣子 也不是講的樣子 就是它的實戰吧 基本上就是 先用點射 單射去 爆頭玩後 然後就 把它變成機槍 然後拿著在那邊掃 它樣子其實蠻像 挺像那個拿著火神機槍那邊掃的感覺 就像這樣子 然後射一射 就 繼續 要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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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要死了 它怎麼還沒變零化 哇 我不是按了嗎 嗯 它明明有音效出來啊 換得發 痾 然後 然後因為撕裂P的關係 讓我可以穿牆射怪 那這會讓它變得非常的好用 它才看到這邊就比較更明顯了 我可以穿牆射怪 這邊我們都直接復活啦 哈哈 畢竟 嗯 沒關係 這把槍 個人覺得用起來是還不錯用啦 但是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沒有爆炸 它就是傳統型的槍 就是我必須要 一發一發去打 就是去瞄準 這狗在打槍戰咧 這狗在打槍戰咧 WTF 它剛剛是不是有一隻怪躲在牆後面 喔不對因為它是我後面被打 拼了 不要 不行啦 到處都是人 呵呵 哈哈哈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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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小黑出來了 那小小黑吧 那麼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我怎麼這把槍打小黑的傷害 個人是覺得蠻低的 小黑在哪 我怎麼是暴力 這隻會封鎖技能的 別靠近我啊 射錯人了 我還要去那個 他又開靜音啦 大家可以看到這把槍打小黑 傷害沒有很痛 然後又很難打 我必須要這樣子 一直跟他周旋 不過以純觸發的武器來講 這把槍的傷害已經算是很厲害了 就是蠻合格的 他傷害其實 以純觸發的槍來講蠻痛的 我又要死啦 別啦 大哥別 火神機槍搬出來 呃 又死了 基本上 如果沒有配個很坦的戰甲的話 是很容易死的啊 這不是廢話嗎 但是我個人 該嘛 我個人講武器 我是比較喜歡以 就是你平常什麼 其他戰甲 就是不受限於戰甲 能用的武器 所以像那個什麼 一些武器啊 可能要 站在那邊一直抱頭 或者是什麼 像上中P那種 可能就是要 配個很坦的戰甲 才玩得起來 那種武器我個人是不喜歡啦 好 那麼現在打完了 我們就可以撤離啦 好啦 那麼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那麼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下一個大大喜歡 那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也趕快按下你的訂閱 並且也記得打開你的小鈴鐺 這樣子有什麼新的影片的話 他才會第一個時間通知你 那麼如果各位還有什麼 想要看的戰甲 或者是什麼武器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麼大家掰掰 然後再次回到我們 我們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然後再次回到我們